好 大家看到的是 在美國時間8月18號的時候 這個峰會進行了 美日韓第一次的領袖峰會 在大位移進行 而且會後一起出來看記者 拜登就講了很精采 精采什麼 就是我們越強大 大家就會越安全 同時他們還特別強調 你們都講說我們是針對中國 我哪有 我們不是針對中國 而且我還希望跟中方多一點互動 我現在不在推高官互訪嗎 今年秋天希望跟習近平見面 延續我們的巴黎島對話 話都真的講得很棒 白宮也趕緊出來講的 一切都不是針對中國 沒有要見小北約 那些都是你們自己想的 不具名高官則直接的告訴大家 重點是我們自己的交往 跟別人沒關係 可是大陸外交官就直接講 這個汪文斌直接說 那到底是誰在製造矛盾 是誰在製造緊張 他們認為社會自有公平 其實這一次他們這個 美日韓聯合峰會 這裡頭就也包括了 所謂的聯合演習 那他們都講不針對特定國家 但是大家都講說不針對特定國家 那你演習總是要一個假想敵 要一個目標吧 那會是誰呢 這講起來不是很邏輯矛盾嗎 到底有沒有辦法真的站在一起 其實很多人在看的是日本跟韓國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這兩個國家 大家都知道 歷史上面有很多的恩怨 甚至目前他們雙方的國情 也還有很多人沒有辦法完全的支持對方 所以領導人是有壓力的 也因此這一次路透社就講了 說日本有可能是在這個峰會之後 才開始排放福島核廢水 原因是什麼 因為韓國就在他的旁邊 真的是他的鄰居 你排放了核廢水之後 就會影響到韓國這邊的漁民 飲食月就有壓力 所以峰會之後再來做 那之後的壓力 趕快讓他過去 為什麼 因為明年要選舉了 大選的這個國會要改選 所以如果說你是太晚放 會影響到他的選舉產生負面影響 如果太早放 又會影響到這個峰會 時間點還得要掐得剛剛好 當然韓國政府一再的有說 我們從來沒有跟日方提過這樣的要求 但是媒體的觀察就發現 這裡頭真的是有一些的美美嘎嘎 也包括了什麼 包括了TPP 原因是因為如果現在這個印太經濟架構 不好意思印太經濟框架 美國現在在拋棄TPP之後所提出來的 那美國方面就一直在講 說我們有在討論一些細節 細節是什麼 好像大家很難看到 這裡頭就強調了 有一點也許是他們跟日本 不太一樣立場的地方 就是到底有沒有要補金 其實日本這邊他們一再的有講說 他們是不支持這樣子的一個任何進補條款 有的話他們就不會參與其中 而這一次基本上在大衛營 因為即將美日韓三方要推動 如果你讓他不高興的話 好像時間點不太對對吧 所以他們就講了 那這個東西我們就先按兵不動 先不要再現在推 重點是我們必須要一起先把手牽起來 拉起來這才是重要的 畢竟我們現在要面對的是什麼 要面對的是8月21號 南非的金磚峰會接踵而至了 當然這兩個你要把它完全對比 你好像是有一個是在地緣政治上 一個好像是比較偏在他們這個整個世界的經濟 或是一些架構框架上 可是問題是一樣是一個國際大局 因為在金磚峰會 這一次大家都在講 是要去西方化 要去美元化 那如果是在這個時候的時候 美國當然就得要先找一些小弟們來讚蝦 告訴大家其實我後面是有戰人的 那也包括了這一個了 這個菲律賓下的立場是什麼呢 原因是因為就在仁愛礁事件之後 大家就要看他們的動態 特別是東協峰會即將召開 菲律賓突然之間他們任命了一個中國特使 結果找的是誰 找的是他前外長 這個前外長曾經公開的 用髒話罵過中國 甚至當時這個也是引起了雙方外交上面 非常大的一個爭議 現在找罵中國的人來當中國特使 那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十四國的空軍其實現在齊聚在菲律賓 他們要演練的是人道救援還有救災技巧 但問題是本來說好的 日美澳飛的南海聯合海軍演習 因為菲律賓現在說了 我們的飛機沒有辦法直接在你們這邊騎降 所以我就先取消參加了 那大家就來講 因為這個演習大家說了 會不會是另一種的新四方 那突然之間菲律賓又說不好意思 我們沒有辦法參加 因為沒有辦法這個訓練上面 沒辦法配合 那是敢嗆不敢做嗎 整個的地緣競爭關係 還有戰略關係 現在呢會如何的影響到 包括了中非之間的問題 還有台海 甚至是日韓之間的一些發展 這些都是在整個日 美國的印太框架裡頭 大家想看到的 到底拜登玩這一盤棋 能不能夠真的如他所預期 回過頭請教亮哥怎麼樣來看 這一次的美日韓峰會 拜登說很精彩 美日韓主要是把美韓美日兩個雙邊 那想要把它變成三邊 那這個顯然是美國主導的 因為這裡面缺的就是日本跟韓國 那韓國在二戰之後的領導人 沒有一個人是願意跟日本聯合的啦 所以尹錫悅就是唯一一個例外 那當然美國就要逮這個機會嘛 那可是呢 日本跟韓國的假想敵又不一樣 所以就是說你合作三邊的合作 就一定會有上限 所以他為什麼第一個說不是小北約 因為北約的假想敵是完全一樣的 就俄羅斯嘛 那韓國的假想敵是北韓 日本的假想敵是中國 那韓國當然不想把中國當作假想敵啊 那你以後朝鮮半島和平你怎麼弄啊 所以他們大概會做的是喔 我認為就是三邊合作的 非官假想敵的議題啦 比如說這個領導人的熱線 那軍情的共享 那也許會有軍事技術的合作 那美國說要有定期溝通的機制嘛 比如說這個會每年都要開一次 那外長 房長 經濟部長 還有國安首長 也都要定期開會 大概初期是這樣 那他還有提到一個 就比較敏感的叫聯合演習啊 對 因為聯合演習你選擇的地點 就會扯到假想敵是誰的問題 比如說美韓演習是在朝鮮半島附近 那美日演習可能會在東海啊 或者是在日本海 東岸 那韓國敢參加嗎 那因為還沒有發生 我現在不能夠推論啦 所以我認為這個應該會比較接近 是一個叫做先建立一個 比較緊密的安全協商機制 比如說這個 因為有未來有那個密集開會的管道嘛 那他未來處理的問題 不會只有軍事啦 包括半導體啦 人工智能啊 然後一大堆啦 搞不好連太空的議題 那都要 大家要有協商機制 可是不等於集體安全組織喔 就是我們就要看議題走到哪裡啦 可是當然中國大陸 他一定把你這個設想成 對付他的一個組織嘛 所以中國大陸表達非常強烈的抗議 那接下來就是 我覺得美國的設想 就是針對中俄北韓的聯合 所以他想把這邊聯合起來 可是中俄北韓的聯合坦白說 中國跟北韓的關係 也跟俄羅斯跟北韓的關係不太一樣 好 到底應該要怎麼樣來看這些問題 要請教兵哥了 你怎麼樣來看 原因是因為你看到這裡頭 三個人站在一起 他一直說很精采 大家都是同心的 可是彼此之間其實有 太多自己的政治利益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好像你顧忌我 我顧忌你 真的是這樣嗎 有同心嗎 我是覺得拜登說謊 真的是不打草稿 他講說這次峰會 並非關於中國 而且還被自己的官員打臉 因為他的官員下面 你們這邊不是講 這次峰會定位 並非孤立而是交往 並非孤立中國 對啊 不管你是談孤立還是交往 可是你就是在談中國嘛 沒有 是不孤立中國 所以你們三個不然你去 你們三個聚在一起 如果不談中國 我也不知道你們要談什麼 我說真的 本來就是 就是要配合美國去圍堵中國大陸 但是問題是日韓之間的 過去的歷史矛盾實在太多了 剛剛亮哥也提到他們的戰略 假想敵也是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你要日韓之間合作 真的是極度困難 那現在隱錫月 是有史以來最親日的 最親日媒的這樣的一個總統 可是我覺得 就算隱錫月能夠答應美國 給日本一些承諾 他國內未必會讚同 他們的反對黨 其實他不要忘記 隱錫月當選只不過領先 他的對手零點幾而已 好像我記得好像不提他 對啊 0.8而已 現在民調也不是太高 是 他現在民調也那麼低 那他如果硬推這些相關 跟日本合作的計畫 會不會遭受到 國內非常強烈的反彈 我覺得他自己 就要去考慮這個東西 那至於說 說日本沒有辦法接受印太經濟框架 是因為金魚 我真的覺得有點奇怪 實際上吃金魚這個風俗 在日本已經越來越弱化 年輕一輩很少有人吃這個東西 因為那個其實他的味道非常特別 喜歡的人會覺得很好吃 不喜歡的人會覺得非常新 所以這個文化其實在日本 是逐漸衰弱 那日本為什麼一直堅持這個東西 我是不知道 那你會堅持到因為這個東西 不願意加入印太經濟框架 我個人覺得有點匪夷所思 不過其實日本的很多利益 跟美國也未必是完全相同 所以我認為也不單純 就是因為小小的這樣一個東西 然後就會阻止他 進入印太經濟框架 我認為還有其他的東西要談 那至於菲律賓 其實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為什麼他十四國空軍齊聚 然後是在做人道救援 及救災技巧 對啊 因為很簡單 因為菲律賓沒有辦法練其他的 他的空軍很弱 他海軍更弱 他海軍弱到幾乎快要等於 不存在一樣 所以我覺得 你說在不管是有多少的 美國找他去做演練幹嘛 菲律賓基本上他就陸軍還可以 其他真的都不行 那在這種狀況下 你說他要怎麼這樣 在南海去幫美國去跟中國大陸 對話或是嗆聲 我覺得這種期待實在是過高 是 那就要請教專家小艦長的 來怎麼樣來看 原因是因為 之前這個確實我們看到的就是 日美澳還有菲律賓 要進行聯合的海軍演習 那個時候我們還是說 在南海這邊 因為這個仁愛礁事件 所以要跟中方嗆聲 突然之間他又說 我沒有辦法跟你們一起參加 這當中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 說是沒有直升機 這就跟拜登一樣喜歡說謊 為什麼這麼說 我們現在所看到的 這漢米爾頓 3250噸的漢米爾頓級的巡防艦 這是由美國轉移給菲律賓的 他後面這個大大的叫做什麼 叫做什麼 塞衣場嗎 不是 當然是那個飛行甲板 你說只有這一個 不是 那我們現在再繼續看 這個只要有編BRP開頭的 就是菲律賓的船 那我們現在所看到的 他們從韓國買來的這種 仁川級的縮小板 他大概是2600噸 這後面 他在這裡停的是什麼 這是野貓直升機 你們不是說有嗎 為什麼現在又不能飛了嗎 難道訓練船 不訓練艦載機嗎 你在唬爛我嗎 好 那接下來那還有 所以那個竹帆不及被載 還有這一個單陸級的 這個船務運輸艦 這後面大大的 總不會是塞衣場了吧 總不會是那個 其他的用途了吧 這就是那個飛行甲板 然後這一艘船 事實上還曾經參加過 環太平洋軍演 環太平洋軍演 到底在訓練什麼 它其實就是訓練相互 可共通性 也意思就是什麼 我的直升機 可以降到你那邊 你的直升機可以降到我這邊 那可以降來降去 但是一碰到中國 就不能降了 這就是什麼 這就是說了嗎 也就是說 其實菲律賓只敢喊而已 但是遇到了相關的問題的時候 他其實不敢面對 包含我們剛剛 剛剛主持人所提到的 這個有關於仁愛礁的問題 也是如此 但是仁愛礁的問題 雖然那個 中國在5月15號的時候 他就已經發布了 海警法相關的事情細則 可是現在我們只看到 滿海面好像很多船 好像大陸沒有想解決這件事情 沒有 適還則圓 中國的戰略文化 跟美國這個 以牙還牙 以眼還眼 紅刀子進 白刀子出的 很不一樣 大家慢慢等著瞧 好 到底這事件之後 會如何發展 畢竟菲律賓雖然說 看起來好像軍事上面 好像有縮一手 但是呢 外交上面卻又任命了一個 中國特使 曾經用這樣跨罵過中方的 去認中國特使這個外交上面的 戰略用法 我們也覺得滿奇特的 後續會如何發展 我們會持續來關注 先進一下廣告